所以高嘉瑜是明知山有虎 人善虎山行 我跟你讲 今天他不就是所有的焦点吗 那你不觉得社会会 对他有广泛的同情吗 那他大概四五月就要初选了 谁倒都倒他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就是叫逆向操作 那我知道你是少数 可是你们就是爱讲话 那我就让你喷 喷到全台湾都看到我被喷 可是我应对从容 遭受了这么多无理的羞辱 却反向在社会得到高分 这个就是他有智慧的地方 所以不要小看他